一名男子戴着口罩 拿着铁锤棍棒 就朝白色轿车狂敲猛杂 车子窗户都被敲破 其中一名男子还拿出红色油漆 就往轿车泼 屋内一名富人健壮 赶紧冲出来大声喝止 也被二煞泼了一身漆 之后四人立刻逃离车库 富人想要捉住这四名二煞 却没办法追上 甚至被推倒在地 二煞随机乘车逃离现场 时间往回倒转 四名二煞先徒步到现场 来回走到好几趟来勘察地形 之后再开车抵达现场 不断在车库前绕来绕去 寻找适合下手翻案的地点 最后把车停好 四人其中有人戴着安全帽 鸭蛇帽 手拿棍棒油漆 打摇大白闯入民众的车库 就往停放的轿车猛杂 警方调源监视机后 立即掌握宣犯身份 宣犯大案后坦承 是因为行车就很怀恨在心 再看一次 嚣张砸车泼漆 富人想要制止 却也被泼了一身红漆 还被扼煞推倒在地 行径十分嚣张 想不到只因为一场行车纠纷 却引来这样的报复手段 让民众都看傻了眼 记得刘志展桃源报导